好谢谢 我下一个问题是 能不能介绍一下犹太国家基金 它在这个种族清洗当中的作用是什么呢 犹太国家基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犹太福国主义组织 那么第一个呢是 它是在1901年 1901年在第五次世界犹太福国主义大会上通过的 那么最后呢是在1907年 正式在英国注册成立 那么随后呢 就是在那个就是 在日后的这个犹太福国主义运动当中 它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它主要的作用呢 这样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它整理了一个 一份很详细的档案 就是所说的这个巴勒斯坦村村档档案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Village File 那么这个村档档案呢 它把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它的这个整个的村档和框面的信息 全部整理起来 除此以为它大概整理了几项信息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村档它的土地的肥沃程度 土地质量怎么样 这个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呢 就在这个村里面有哪些人 尤其是参加过1936年巴勒斯坦大起义 那么这些人还有呢和这个就是 耶路撒冷的这个莫夫提有联系的 还有呢就是他的平时言行 比较倾向于巴勒斯坦 这个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民族民族运动 那么日后就是它这个当中就是犹太的国家基因呢 他的一个重要成员就是尤其佛外茨 尤其佛外茨 他是本顾利安顾问团的一个重要成员 随后呢这个尤其佛外茨呢 是一个类似于 我讲一点有点像那个就是文革当中 这个毛泽东的中央文革当中一个 就是张春桥这样的人物 他是跟很多人的这个 被这个犹太的军事力量 就是不经审判就处决 完全就是想过 因为他就给了一个名单 你到一个村 这个村里面哪些这些人 是比较倾向于巴勒斯坦独立的 那么都是男性 那么这个犹太军队进去以后呢 那第一个就是把这些人全部弄起来 弄起来以后就是 续续把他们都枪毙掉 当时他们家人把他们枪毙掉 这个是这个外茨之后呢 外茨给他的那个 他里面就是外茨 他原来是在这个犹太福国基金 就是在参加本国立安的这个 这个顾问团以前 他是犹太福国家基金里面负责 这个就是 他叫Settlement 就是定居事务 但他那个主要定居事务呢 我来跟大家讲的就是 他那个记载 他的定居事务实际上就是买了地以后 买了地以后把这个巴勒斯坦人搬走 那么他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记录 就是说他当时去买了地以后呢 他因为他开始负责这个 这个就是定居任务以后呢 他就到各地去训事 因为你知道这个地买了以后啊 他很多地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他是当那些巴勒斯坦人比较有钱的 在海外定居的 在巴勒斯坦制产的 他叫absentee owner 他并不是住在这里的地主 就他把这个地买卖给你 所以呢 他当时的情况就是 他当时是第一次第二次阿里 就是那个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 当然一开始的规模比较小 都是几万人 那么他这个就是外辞 外辞他去跟他的驻守市场 他驻守呢就写了一段话 就是对于当时的很多犹太人的 这个这个就是他这种堕带 非常不满 那么他堕带是指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地到了你手里以后 你也不把巴勒斯坦人赶走 大家知道 当时的情况是 这个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因为犹太人在城里是不干农货的 所以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 这个巴勒斯坦人 这个阿拉伯人 他的平均工钱 只有犹太人的40% 但他干的活有多也好 所以你如果在那里 比如说 你通过这个犹太国家基金 或者其他原因 方式得到了这个地 如果你要去经营的话 你可能也会考虑就是 那当然是巴勒斯坦人来比较好 比较便宜干货又多 他就很不满意 就是说把这个地分给你们 你们居然这个地上还给我留下了巴勒斯坦人 这就是堕太 就他们写了很很长东西 就说这种东西都很不好 他们就说这个巴勒斯坦人 就像一种 这是一个劣等种族 是像一个病毒一样 对于我们犹太的犹太世界的这个将来会是很不好的 他就是他这样一个思想 这个是在他1920年代 那么后来还进入了这个就是本国立安的这个公文团以后 那这是如意得水 他是最坚决主张每到一地打赢了以后 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村庄里面的巴勒斯坦人干掉 就是他这个这个帕皮鞋 他那个他简直是对那个驱赶巴勒斯坦人 把他们赶走 把他们消灭掉 有一种狂热 有一种几乎是那种就是 他他描绘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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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爆发大火以后了 这个火焰吞噬一切的这种狂热 是这样一个 那么还有其他人 比如说那个本国立安他后来要在里面 安排了很多的军队的负责人 包括哈加纳的这个总参谋长也在里面 哈加纳多基部队的负责人也在里面 还有就是军备采购 还有呢就是士兵招募 就是他们的顾问团就是他的一个小组 这个顾问团只有一个目的 就作为他一个小圈子 完成种族清晰 这是他唯一的目的 那么能不能彻不放在里面 我只有一个小组 那是来说他一些感觉 因爲中国在里面 在里面的负责的 不放在这里